在考驗下 如果没有国军 没有黄埔师生来保卫国家 他们所热爱的家乡都不会存在 他们所思念的亲人 也将遭受更严重的磨难 因此没有人认为军校生活辛苦 他们期待的是 赶快毕业上马杀敌 所以我们的事情非常高 而且大家都是很细心 学习杀敌的技能 使得有一天能够保卫国家 这是因为环境的影响 军校生活就是如此 他锻炼着每一个黄埔男儿 促使他们有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 快速成长为直干戈一位设计的男子汉 一个甲子后 他们还是以当年头笔从容之势为傲 更以亲身参与北伐 抗战 剿匪等战役为荣 身为军人 是他们光荣的天职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球各國都設有軍校 培育保家衛國的軍官 皇埔軍校是早期鍛煉 我國軍軍官的搖籃 與其他國家的軍校相比 皇埔子弟有一個特徵 那就是犧牲特別大 傷亡比率之高冠於全球 以人員損失而言 若不計算各地民間 抗入武士的傷亡 僅以正規軍來統計 國軍傷亡人數就高達 3311419人之多 這個數字相當於目前 所有美軍總數的三倍左右 若再加上民眾的傷亡人數 保守估計 我們同胞在抗戰中死傷總數 至少達2000萬人左右 以當時4億多人口來說 幾乎每20人當中 就有一人傷亡於戰爭中 這種死難怎不令熱血沸騰的青年 忘卻了一切為難而躍身軍力 既然日本有這個野心 將來一定要跟我們打仗的 那我們先學好本事嘛 他來就跟他幹嘛 所以我的從軍意念呢 是從日本打我們東三勝 就是19319月918事變 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有這種思想 所以我高中一畢業我就考軍小移家 由於這些熱血青年不斷地投筆從軍 我們才有力量持續地獄血抗戰 當年日軍侵華時 日本陸軍大臣山山元曾揚言 解決整個中國事件用不了三個月時間 這是所謂三月亡華的狂言 但是日軍不但三個月亡不了我中華 三年也未能和我中華 在黃埔師生的誓死效命下 我們的抗戰打了八年之久 走在台北中列祠 看到這一塊塊戰爭先烈的牌位 想起他們當時曾經投身戰場的壯烈畫面 就可以警悟到正因為我們的國家 過去經歷過那麼多的苦難 才會以為我們在台北中列祠